現在市民上的餅品算得可以說是800款 店舖要吃到一碗古早味的炒餅就會特別來找囉 在第三市區龍貴附近就一間60年的老餅店 幾點到現在 堅持每天自己煮了做餅 雖然說吃九天還有的時間 不過吃起來是吃天前 也想有古早味吃到地圈老闆客歡迎 對湯仔來冰卡住了來放進去炒餅 看起來是相當的好吃 也是人客最愛的古早味 我從小在這邊吃到大 然後我是都在台中工作 然後會專程就是回來的話 就會專程來這邊買 這間看起來真有理想的老餅店 就位在第三店的市區來 龍貴附近 這區就開了60年 根據使用自己煮的食材來做餅 老闆也說 遲遲幾道食材 就要煮幾個小時才能完成 雖然很費工 但是今天人可以吃到食物的完美 這間店本在我們前面做三四十年 他要替蝦我來做 煮飯來比較費工 用糖 用臺糖的砂糖來熬 要熬三四點鐘 煮得好也要四點鐘以上 這種東西比較沒人要做 這費工嘛 少年人都不可以做 不過現在的冰品是越來越多完 老闆跟老闆娘也有想要來開發新的冰品 但是對食材來玩耕齊這次 他們也是一樣 自己煮 雖然冰品的種類沒多 但是真有自己的煮味 之前我們有什麼草莓 椰果 那個就是現成的東西嘛 結果做法資料 我們那些東西都不需要賣了 因為客人會問 你這是南山南山 我們就跟他說 那麵我們做的我也不可以說 就去拿現成的東西就不要賣了 就堅持只賣自己煮的 對 自己煮的 也因為這種堅持的態度和精神 希望很多客人 直接就是幾十年 就算去到外地搭菜和做工作 回來也要吃上一碗冰 我們小孩都要吃冰 尤其這個煮的冰 是它的特殊口味 我們這邊 這個煮的冰去打我吃 就是這裡最道地 最好吃 我這樣自小孩吃得比較大 這生理好自古早到現在 它這個都用傳統的 傳統的煮吃得比較乾 因為我們 小孩在樓住房子就知道 他們這個煮的都用最天然的 六十年的樓店 歡迎大家來消費 來跟我們試試看 啊 六八 我南町長在這裡 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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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八 才賣我們兩個 聖南町啊 聖南町啊 那種戀愛的滋味 你有沒有感覺過 沒有的話 你試試看就知道了 就是這樣而已 很回味無窮 真的 最近六十年的老冰店 雖然冰聘團統 算是真有古早味 也在老闆跟老闆牛 堅持使用自己做的食材來做冰 雖然費工 但是今天人 也是因為第三人 心無中的老闆味 現在零算差不多 老闆 畢竟